中良油它刚刚上市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概念是因为当时汽油价格非常高 那中良油它是用肉米作为它的生产能源的一个做法 但是后来给国家叫停 所以它的概念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好了 那后来股价也起初的走低 但是最近说它的这个业绩做得好就是公司真的能挣钱 那在这个基本面比较好的情况下 中良油是何以看高一线的 关键是它最近其实它也在天津 它也有一个投资大概有16到17个亿的投资 是做工厂就生产这个出家工的一些的产品 那在这个情况下公司的基本面是比较健康的 那建议投资者是有一个比例的财产可以去购买这一家股票 但是也要注意一刹基产的分配 因为毕竟这一家并不是比较大的权重股 它毕竟是一家比较少的一家上市公司 所以我们就要做这个财产的财产 就要做了这个财产的财产 这个财产的财产是有什么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财产的财产 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产